这MV发布之后引发了一些争议 然后你当时看到热搜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你们这个媒体非常的好 敢问这个问题 那天我直播我面对的是 喜欢我的人 肯定态度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会比较温柔 然后比较详细 MV拍摄的时间 我无论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我也没有抄袭 谢谢 没有 没有抄袭 谢谢 谢谢大家 但其实正常人嘛 正常人你知道 就是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谁能不生气 人无完人是不是 就造谣的人吧 我会化身正义的光 去制裁你 去制裁你 就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东西 就是他会一直盯着你 做这个事情 就你干什么他都会盯着你 唱歌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那么要不你就盯我一辈子 就看我们谁活的时间长 其次我就觉得 大家就擦亮眼睛吧 就如果你能理解 那么你就理解 如果你不能理解 我也不强求 我真的有的时候 我就每天啊 然后我都会想 我真的气啊 我睡觉前我都会想 我就是生气 那就是谁不想保护 自己好自己的孩子呢 谁不是心血啊 第二个挑战是 换调挑战 这边会给到你歌词 然后你来唱歌 但是要求就是 不要唱远表 哦 明白明白 哦 明白明白 老婆老婆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远你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又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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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不是换调吗 就是完全不着调啊 完全不着调啊 这是自己原创了一个 对啊 这是完全不着调啊 所以原本不是这么玩的吗 原本是想让你换别的歌的调 哦 哦 我以为是不能在调上 但是要求就是不要唱远调 哦明白明白 你这是走调的调的调 你又已经不是换调的调 那我要换成啥呢 都可以啊 就自己随意发挥 那我就唱护的副歌吧 老婆老婆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愿你有一个好身体 健康又美丽 哈哈哈哈 那这算成功吗 这个算你成功吧 但是我这首歌本来就没成掉的感觉 好我们下一首 Baby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Oh bye 少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天 多一点 让我心甘情愿 爱你 Oh baby情话多想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们真的看见 Oh bye